我来形容你们把这种画面感 反映到你们的图里面 哇 画画可差了 啊 好了 写绿吧 哎 我们也来画吧 我来参与 好 有一个帅气的男生 画不出来 好难 天呐 头发都不会画 穿的呢 是绿颜色的衣服 没有绿色 绿颜色的衣服 写个绿子 哎 我正好是四岁 背后呢 有一个城堡 男生头上戴了一个安全帽 理成 这不是理成吗 这不是我吗 这个太丑了 你就很帅气吗 哈哈哈哈 时间到 那么好了 收一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画的这一些 画的都一样吗 你这个城堡啊 你这个城堡啊 位置不一样 好可爱 实际上是这张照片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实际上是这张照片 哦 哦 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对于是不是帅气这个 我们 不做真意点啊 啊 OK 我刚才的语言是一样的 对 为什么你们画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对 自己的理解不一样 OK 所以说呢 实际上在我们的传达信息的过程当中 会变成一个 异化 这是为什么说 在我们现在的司法实践里面 啊 我们很多的运用了 诉讼可识化了这么样的一个手段 我们诉讼可识化使用的目的 首先它是为了要传递有效的信息对吧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避免对信息产生一种异化 这是为什么说 在近十年来 诉讼可识化在我们整个司法实践领域 运用的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给法官用可识化的方式来呈现我们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要简化的 我实际上是要简化的 非常复杂的文字 法官可能看完以后 他也没有完全能抓住我们的重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勾画一幅 我们认为需要提请法庭或者仲裁庭了解的事实 基本上诉讼可识化整体的一个介绍呢 是这样的